中秋刚过 月饼的味道还没有散去 作为我国传统的中秋美食 南北各地的月饼流派众多 风味各异 每一种都历经了千百年的沉淀与积累 中秋时节化月饼 农广天地稍后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俗话说 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这一股语还是很有道理的 月圆人团圆 在这中秋时节 家家户户洋溢溢着喜悦的气氛 和各种飘香的美食 月饼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月饼不仅是别具风味的节日食品 而且也是人们四季常备的糕点 很受欢迎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我国各地的月饼 千百年来 我们先人按照自然节律生活 劳动 恋爱 声誉 春种下厨 秋收冬藏 亲近自然的中国人 从土地中获取食物 从四季变化中寻找规律 不断尝试与自然交流 天人合一 一年四季十二个月 季季有节日 月月有节日 节日均衡分布四季 充分体现中国人对自然的亲情 对生命的关怀和对人情的呼唤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国传统的中秋节 中秋是个光乎大地 光乎农耕 光乎丰收的节日 我国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西月的习俗 西月即祭拜月神 据说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 于唐朝开始 北宋之时 该种饼被称为公饼 在宫廷内流行 但也流传到民间 当时俗称小饼和乐团 后来演变成圆形 寓意团圆美好 反映了人们对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 月饼演变至今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 形成众多的流派 这些月饼各有特点 与本地民俗结合后 衍生出独具特色的中秋文化 而在这么多种类的月饼当中 要数精细雅结的月饼 那就要说苏式月饼了 那我们这里就讲究非常的精致 所以苏式的月饼体现出的 就是苏州人在所有的工艺美术的特色上 比如说像苏绣上的精细雅结上体现出来的 在做我们做食品的时候 也同样体现出 在苏式月饼上也同样体现出这种精细雅结 苏州人讲究 他们讲究食材的新鲜 讲究食材之间营养的搭配 甚至是小细节都会近乎完美的表现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在清朝的时候 皇上御膳房的厨师 大多数都是苏州人的原因 直到现在苏州人对吃的东西还是会要求完美 大到招待贵宾的特色饭菜 小到人们口中的一块糕点 都会遵循季节的变化 不断变更餐桌上的美食 让您一年四季都会知道不同的糕点 苏州东西它有一个很强的特点 就是它的食令性非常强 就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 那比如说到了清明 它会有清团制供应 那么再下来它会有这个比如说九娘饼 那么一系列的就是全年 它都会按照不同的实力 会生产不同的产品出来 那当然中秋肯定是宠儿是这个苏氏月饼 这个在车间忙前忙后的人 就是苏氏月饼记忆的传承人徐鸿生 自苏氏月饼制作记忆 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 他对苏氏月饼更是有了说不完的情愫 八三年开始跟我父亲们开始学 继承他的那个嘛 然后嘛在拜的师傅 就看到他们老一辈的嘛 一代一代的 我还非常的想 现在也很热爱 作为苏氏月饼的传承单位 苏州道乡村来说 老传统 老手艺 老味道 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自称副业的徐鸿生 是苏州道乡村的老员工 对于他来说 制作苏氏月饼 就是调配苏州人喜欢的那种老味道 而记载在这些糕点上的历史 都铭挤于道乡村的每个员工心理 道乡村呢 从历史上记者 应该确确记者 上是在1773年 就是距今已经我们有240年的历史 那时候呢 大概有一家姓森的老板 他那个是一个自作自卖的 在这个中起家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店铺 普普通通的一帮人 传承了上百年的口味 松脆爽口的皮 肥而不腻的馅料 夹杂着丰富的果仁 甜度适中的口感 宛如苏州婀娜的风景一样 细腻而让人回味无穷 所以徐鸿生只要有休息的时候 都会约上朋友 抽空去山塘街走走 这是苏州保留的 最完整的一条古街道了 在这里会唤起小时候的记忆 也会放大小时候的味道 在这儿可以给他更多的灵感 不为别的 只为制作出来的苏式月饼 更能走进苏州人的内心世界 徐鸿生说了 苏式月饼和其他月饼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这酥松爽口的皮 而在制酥皮的这道工序之中 最能体现出制作师傅的水平 苏式月饼是用小麦粉 猪油 水等制皮 您别看简简单单的和面 这里面的讲究那就非常多 徐师傅所用的面粉 都已经经过了低温烘烤工艺 一个多小时的处理 不让其改变应该有的颜色和韧性 苏州是江南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那里湿润的气候非常养人 但是正是这湿润的气候 给月饼的储存带来一定的难度 不过当地的月饼师傅们 通过降低原材料的水分 就大大延长了储存的时间 而制作过程当中 水分的掌握非常关键 和面的时候 为了能够达到应该有的软硬度 这时也不避讳会加一些开水 开水它不是生水嘛 它煮烧熟的水嘛 就不用去砸毛 就是这样的木枝细节 在徐鸿生看来 这是影响苏式月饼好赖的关键 制作出来的美食一定不能输给细节 这和苏州人做事谨慎的性格 有着密切的联系 制酥和制皮基本一样 只不过里面的猪油含量会高一些 而且制酥就非常忌讳加水了 苏式月饼根据馅料来分 有白果馅料的 玫瑰馅料的 还有椒盐馅料的 白果就是主要以那种果仁 塔仁 松仁 瓜仁为主 还有就是一个玫瑰月饼 就是特出来我们这个玫瑰花 这个玫瑰酱 但是也加那些果仁 那还有一个椒盐 椒盐以什么呢 就是以荷芝麻为主 为主料 也有加了那种果仁 就是我们苏式月饼的特点 里边的那个果仁很重 人家以前说 教会我们吃 不是吃那个月饼 就是吃我们就是那些果料了 面对这个一直以自己的特色 成为重要流派的苏式月饼 徐师傅总是感慨生活的美好 本来只是一个月饼制作工匠 今天的身份今非昔比 成为了苏式月饼的制作大师 可是面对这个重油重糖的苏式月饼 饱含在其中鲜明的智慧 更是让他钦佩 在那样一个年代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来保证月饼的更长保质期 可是到了现代 人们追求的是健康饮食 所以已经调低了馅料里面猪油和糖的用量 但是这样的改变 那就意味着制作工艺要更加精密 才能保证更长的保质期 这样的制作方法已经传承了上百年 也许以后会走得更远 这就是制作苏式月饼的精髓 也是保留老味道的秘籍 用之前做好的皮儿包上酥 用走锤擀成薄片 最后将其卷成卷 之后做成剂子 将做好的皮儿通过虎口包馅法 将馅料包好 利落地用手将做好的月饼翻个 最后印上标签 就等待放到烤炉 进行最后一道工艺 烘烤 烘烤工艺 是制作苏式月饼的最后一道工具 玫瑰馅的苏式月饼 吃起来表皮松脆 各种果仁的香味 加上玫瑰的参与 更是口味独特 如果打个比方 玫瑰馅的苏式月饼 正如一个大家闺秀 看上去谈吐风雅 平易近人 但是内心却非常的脆弱 让人怜惜 摘月宫 是苏州当地的一种说法 就是给月亮进贡 对于苏州人来说 中秋节和春节一样 寓意吉祥 徐师傅一家人 围在一张桌上 喝茶赏月 他喜欢这个象征着 团圆和丰收的节日 虽然没有春节隆重 但是亲友之间的那种亲情味 一点都不亚于春节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人们的思念之情 也都清楚于这一轮明月之上 说完了江浙户一带盛行的苏式月饼 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流行于云南及周边地区的滇式月饼 火腿月饼是滇式月饼中的代表 其主要特点是 馅料采用了滇式火腿 饼皮疏松 馅料咸甜适口 有独特的火腿香味 经历将近大半年的腌制 发酵 深藏在农户于少奇家里的宣威火腿 正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对于火腿 宣威人有着割不断的情感 鲜味这个火腿是每家都离不掉 离火腿基本就要是生活比较急 它习惯了嘛 火腿比较香 如果就跟外地开吃出这个肉 相当难吃 那吃光木鲜味的火腿 鲜味火腿好得呢 如果做到它外地都完全香 比如每家都为主 鸡头煮开 位于云南高原东北部的宣威市 高山深谷纵横交错 独特的地理环境 形成了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 年温差小 日温差大的特点 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 为火腿的发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种在独特环境下发酵出来的火腿 正是云南火腿月饼的主要原材料 于少奇的几个儿子和儿媳 带着孩子特意从昆明赶回来 准备亲自给老两口做月饼 这些年 儿子一直在昆明做月饼 中秋节很少回来过 做火腿月饼 必须选用一年以上 三年以下发酵完成的新鲜火腿 于少奇家的火腿已经发酵了两年 经过切皮后 里面脂白肉红 肥瘦适中 清香扑鼻 宣威人家家户户做火腿 宣威人更爱吃火腿 但是对于大部分宣威人来说 以前能吃上火腿则是一种奢侈 我们这边说的时候不要穷嘛 不要落后 家家养猪那时候 我们这主要就是 就是经济主要就靠养猪 你说一家人 猪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两只腿 那几只腿 每家几乎都是一栽倒猪 那腿几乎就被淹过之后 你要是挂一挂的时间 就是当那个家里面的存着 是不是 就要备着了 新鲜的火腿经过切分处理后 选取肥瘦适中的部分 放入砂锅万顿 时间慢慢流逝 火腿的清香开始挥发 正是这种独特的香气 使宣威这座位于彩云之南的小城 享誉海内外 煮好的肉均匀的切成小丁 为了保证肉的香味 按肥三瘦期的比例混合后 放入熟面粉 猪油 红糖或白糖 搅拌成馅 传统火腿月饼的面皮 选取的是小麦面或荞麦面 加入猪油 白糖或者红糖 蜂蜜 活成面团 细腻光滑 粘性十足 活好的面 醒上一会儿 搓成条状 揪成大小适中的面剂子 压成片 熟练的包成球状 轻轻按压后 等待烘烤 和传统的炭火烘烤不一样 随着烘烤工具的不断改进 烤箱月饼的生产更为快捷 而传统炭火烘烤在宣威已很难找到 只存在于回忆中 现在的月饼花样百出 所用馅料非常精致多样 有肉类 蛋类 水果类 让人眼花缭乱 而在上世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 月饼也是一种奢侈品 宣威人最多见的是一种大红饼 今天这种月饼与贫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更多的是一种儿时的回忆 对于李鸿梅这个宣威人来说 小的时候并没有吃过火腿月饼 因为那是有钱人家才能吃到的 直到九十年代参加工作后才吃到 而普通老百姓吃的更多的是一种当地人叫红饼的大月饼 那小时候那肯定很不容易能吃到的 月饼就是那个 到那个差不多就是快到中秋的时候 才开始做月饼嘛 那时候就是做月饼之后呢 要到那几十上去 就是一般就是那个 一般的乡镇就是一个星期赶一次几 就是条件好一点的话就能买一个 买一个月饼嘛 就是到那个 就那么大的红色的 然后那个有点粉红的纸包的那么大一个 一般就是好一点条件的 还有小稍微小一点的那种 就是就是那个 那时候的月饼就是这种大大的 至于这种大红饼 在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当地的老人也说不清楚 饼皮用乔曼面 香油和糖浆做成 这种被宣味人称为大红饼的月饼 没有了他们最爱吃的火腿肉 而是用香油 酥子面 乔曼面 红糖或白糖做成馅料 在馅料里面 创造性的放入了酥子面 和火腿月饼不一样 大红饼较大 成饼状 包入馅料后压平 面饼集成 等待烘烤 做好红饼 大小之径 有二十几厘米 经过烘烤后 表面金黄 入口松转 甜香宜人 淡淡的酥子清香 让人欲罢不能 孩子们过节难得回来一次 王顺明看似平静的外表下 难掩内心的喜悦 已经有快十年了 都是他和老伴单独过中秋 过节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回家的脚步 团圆笑道 是全市家这个主题 永恒的答案 第一次离开父母 到一个沿的地方去上学 那是那年的中秋节 刚好是在军兴 也就回不了家 拿成电话 一拨通父母的电话的时候 那是电话 妈妈只问引记 你在那边还好吗 有业本事没有 一下子 哗了眼泪就掉下来了 那我就真的是觉得 我觉得受不了那一秒钟 觉得是 一下子真的 在异乡那种感觉 太深刻了 我就觉得 怎么这个中秋节 是不是 找你自己的长大了 没有那么多情绪了 那一秒钟 我真的 包括到现在想起来 我特别的感受 特别的深刻 就是那个记忆 当时我哭得很伤心 那时候我觉得 他电话来根本说不下去 我怕爸妈大心 没什么 是不是 就是觉得 不要想他们 就是那个感受 金秋九月 院子里的苹果 葡萄 梨 已经成熟 按照老传统 八月十五 要进行献月 祭祀月亮 用的供品 就是当地的水果 王顺明 带着孙子 采摘这一年的收获 除了瓜果以外 和其他地方 过中秋不一样 玄微人过中秋 必须要向月亮 敬献土地里面的路产 中秋前夕 种在地里面的玉米 毛豆 土豆 已经成熟了 奶奶带着孩子 来采摘土豆 玉米和毛豆 孙子虽然生在城市里面 但是对于农村 他们一点都没有陌生感 煮熟的鲜玉米 毛豆 油炸的土豆 加上各种新鲜的水果 和干果 放上大红饼 和火腿月饼 这就是宣慰人 现月的贡品 年亮公公 我们给您拜祭了 保福保药 大风烧 风调雨蒜 云年山夜 夜保清洁 天山天天保平安 保福保药 全家人 团团团团团 祭拜完月亮后 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 老人会把大红饼分开 每个人都可以吃到一块 如今 日子越来越好 吃月饼 已经变得非常简单 现在就是 我们就觉得 老人都老了 你说父母 对子女的要求 就是那种 见一下面 看见你好不好 就是你说 现在她也不切吃的 也不切穿的 就是那些 心里的那么一点感受 那么加了一点温情 父母离不开孩子 中秋离不开月饼 中国人离不开中秋 现在的我们喜欢中秋 庆祝中秋 已经不仅仅是因为月饼 带来的美好口感 更是我们整个民族 对家 对亲人的思念 月是故乡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 每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家乡的月亮 和月饼 月对于一乡人来说 是一种思念 伤感 或一杯老酒 现代人多在外工作 中秋观月思乡 想的不是故乡的月 而是爸爸妈妈亲手做的菜 奶奶村口的等待 再或者是 那一生生香音 和熟悉的 一花一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 月饼品种更加繁多 风味阴地各异 广式月饼 京式月饼 苏式月饼 鞭式月饼 在我国四大月饼中 由于广式月饼流传最广 这在于 它的选料和制作技艺 无比精巧 也离不开上百年的坚守 与传承 来到五川 才知道它是近海的渔港 南边我国南海的地理优势 使这里水系发达 日照充足 资源丰富 气候宜人 让这里具有江海文化特色 不过 无穿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 那就是中国月饼之乡 无穿的月饼呢 就是特点 就是大月饼 大月饼呢 就更能表达人们的意愿 表达人们的这个团圆和感恩之情 有无穿圆的地方 就有无穿月饼 无穿这里生产的广式月饼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而这里制作出来的广式月饼 以各大和馅料讲究而著称 是广式月饼中的贵族 一个月饼六斤重 这已经算是比较小的月饼 九十多斤的月饼 那也比比皆是 拿着大月饼的这个人 是无穿金酒月饼的传承人 他叫郑日康 他传承的金酒月饼 可谓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广式月饼 说起金酒月饼的历史 没有狭肝易胆的传奇色彩 也没有声势浩大的创建之具 我们金酒月饼 起源于高苏梁家 我爷爷呢 正匹方先生在民国的事情呢 已经经营那个走楼的三业了 只要做下那个 当时只要做那个小的一点 我父亲呢 金酒 从小呢 也喜欢那个手艺 专门 专心地研究 那个月饼糕点的制作 在传统糕点的制作上呢 拥有了无穿地方的人士 影视多点 装成了独立的拖鞋的月饼 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因为喜欢广式月饼的制作技艺 纯粹的理由 这个百年老字号 始终都没有丢弃 传统广式月饼的制作技艺 所以 郑日康对制作师傅们的要求非常高 不说别的 就拿制作月饼的第一步 选料来说 那已经体现出了 无穿人 办事执着的性格 在当地 最具代表性的月饼 可谓是五人金腿月饼了 五人种类的搭配 乃至五人产地的选择 那都执着于最好 就是这样执着的性格 也让这里的月饼始终都保留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因为当地的老百姓更执着于传统的味道 所以 不光是五人的选择烤酒 就连火腿 新料都要求近乎苛刻 对于做事认真的无穿人来说 食材的选择是制作美食的第一步 所以 马虎不得 上等的原料配上传统的手工艺 才能保证制作出的广式月饼那种松软的口感 厚重的味道 当地人喜欢咸中带甜的口味 又非常喜欢金华火腿经过发酵沉淀下来的独特香味 所以才成就了这里独特的美食 五人金腿月饼 将切成小段的金华火腿敲打成丝 这个步骤称为宅丝 成为丝状的火腿 还要在竹波级上用手搓 让它们成为肉松状 简单的变化 可以让火腿的味道在月饼中充分释放 无穿月饼最大的特点都存在于它的馅上 所有的馅料都经过科学的配比 主要是五人油肉松心料和起到粘合作用的高粉 将我们常见的心料磨成粉进行馅料的调味 这可是广式月饼的一大特色 就等于我们就是有五个味道 酸甜苦辣 在我们的月饼里面 原材料跟香料的混合就是提升到 让各个原材料的香味能够有层次感 让人有吃了以后有回味的感觉 无穿的月饼制作师傅就像一个魔术师 不同味道的辅料就是他手里的道具 经过缜密的调和 一种新的口味诞生了 面对这样的变化 他们寻求的不仅是一种 更是五味杂陈的生活味道 酸甜苦辣浸在一块圆饼之上 使生活更是一种艺术 和制作其他月饼一样 制皮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且蕴含在皮儿中的记忆 直到科技发展较快的现在 也很难实现机械化 将面 油 糖 按照相应的比例放到一起 并且以太极掌的手法 将这些材料混合均匀 之后还要用手掌用力的搓面 三个物体经过这个力度再差的情况 以后它的棉稠度就提高 口感也好了 只有经过这个过程 才能使面团更有韧性 这也是保证广式月饼可以实现皮薄肉厚最主要的原因 广式月饼好吃 那层酥皮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还要进行酥的制作 酥里面主要是面粉和油 经过千锤百炼的面团 再经过包酥的步骤 就塑造了广式月饼饼皮酥软的特质 虽然广式月饼不会像酥式月饼的皮一样 层层分明 口口松脆 但是那种绵软的味道 也是皮和酥结合的体现 最后 用做好的皮包好调制好的馅 放到木质的拇子上 这些木质的拇子可是给月饼成型最主要的工具 将包好的月饼压好 左右一颗上下一阵 月饼成型了 速度快得惊人 不过制作师傅说了 这道工序就是需要快 不然制作好的月饼可没有这么好的外形了 如果也给吴川的广式月饼一个比喻 它就像一位老者 内涵丰富 更加耐人寻味 配料讲究皮儿包馅多 美味可口 是广式月饼的特色之处 而且追求老味道也一直是广式月饼传承的根本 同样在广东的潮州 潮式月饼的传承也一直遵循着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古老的味道 古老的味道得以延续 二百多年前 范和胜的仙人开始在潮州的一溪镇制作月饼 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六代 范和胜经营的这家小店 正在延续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潮式月饼最初的味道 潮州人的早晨是从一壶功夫茶开始的 也许只有潮州这个地方可以让茶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喝茶也是在做事情 一盏茶一会儿功夫 事情就在心平气和的氛围里解决好了 而对于平凡的范和胜一家来说 制作月饼从古至今都是他们一家人的营生 小时候就跟父母在生病就写嘛 写到二十多岁就自己出来抓了嘛 父母就说你自己出去抓了 他现在要去离家十公里的地方买上等的猪板油 猪板油是制作潮式月饼最主要的原料 用潮州话来说 牢就是猪油的意思 所以当地也把潮式月饼叫做牢饼 范和胜制作的牢饼 可谓是把猪油用到了极致 使潮式月饼有着金黄鲜艳的外皮 不仅松脆而且甜度适中 可是里面的豆沙馅儿却是非常的柔软润滑 这样一脆一软搭配出来的口感 可以让您回味无穷 这样神奇的味道 在1949年曾被一个人赞不绝口 这个人就是梅兰芳 他在上海中秋节品尝潮式月饼之后 并特殊《茶食泰斗》四字回赠 到了1982年 梅兰芳之子金剧家梅宝九 在北京品尝了潮式月饼之后 同样交口称赞 并依其父所提的四字再次回赠 所以成为饮食界的美坛趣事 可见人们对潮式月饼的喜爱程度 买回来的猪板油并不着急处理 他首先看了看 昨天晚上泡在桶里的碎绿豆 这些绿豆经过12个小时的泡发 已经喝饱了水 为了能够使馅料润滑 绿豆的那层薄薄的硬皮 可不能留在馅里面 用水的浮力 把这些影响月饼口感的硬皮处理干净 最后把豆子放到蒸锅中进行蒸煮 在等待绿豆蒸熟的过程中 范和胜将买来的猪板油切成片 放到烧热的大柴锅中进行猪油的熬制 潮州人以聪明能干 心灵手巧 善于经营而著称于事 可是对于范和胜一家来说 维持全家人生计的就是这个生产潮式月饼的小店铺 所以对待月饼的制作 范和胜一点都不敢马虎 一个小时过去了 蒸在锅里的绿豆已经很绵软了 还要将绿豆碾成泥状 不过对于做事认真的潮州人来说 这样的绿豆馅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那就是炒馅 所谓炒馅就是将绿豆沙 猪油 白砂糖 按照一定的比例 用小火进行翻炒 烤到不拧熟就还可以的 现在像这样还差了很久 你看捏起它都拧熟了 都拧在手上了 然后就 擦得很远 如果熟的时候就不拧熟了 馅是潮式月饼的精髓 那必然耗费的时间也是最长 从小就看父母制作潮式月饼的范和胜 觉得传统的工艺才能更好保留住月饼之前的口味 和其他派系的月饼制作一样 除了馅就是酥皮的制作 当然了 也是用皮包酥的方式来完成酥皮的转变 把皮的面团揪成大小一致的剂子 然后将酥包起来 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动作 一个潮式月饼的皮就做好了 最后把馅包好 这是全家人的事情 所以到了生产月饼的高峰期 全家人都会来帮忙 每到这时 范和胜都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因为他做的不仅只是一道当地的特色美食 更是生命中一段无法抹去的回忆 平凡的一家人却经营着不一般的生意 在他的印象里 潮式月饼就像他的一位老朋友 甜蜜又不是应该有的矜持 他懂得月饼的一切 不管是口感还是外形 而月饼带给他的则是全家的幸福生活 尤其到了中秋节晚上 那种团圆的幸福更让范和盛欢喜 无声的祈祷换来的是来年的丰收 亲人的健康 潮州人认为中秋节是祈福的好节日 但是这样的民俗文化并不起源这里 现在基本上一些大节日 春节啦 元宵啦 清明啦 端有节啦 中秋啦 这几个大节日 基本都是中原传过来的 作为中国南方的沿海城市 怎么中原文化根基却这么结实 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早期 它是一个只有当地的少数民族 就现在的蛇座 那是最早的原住民 那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原的移民 逐步的向这边移 就是在这个移民的过程里面呢 它就逐步的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融合 中秋拜月 赏月都是中原文化 不过经过千百年来的文化融合 已经形成了潮州几具地方特色的中秋节 拜月娘没有潮式月饼的参与 可是中秋赏月 潮式月饼可就成了桌上的主角 配上功夫茶 看着这里的表演 一轮明月悄然升起 是团圆更是祝福 以上我们介绍了制作精细的南方月饼流派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方 来看一下质朴的晋式月饼 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 但晋式月饼以面为线的特殊工艺 是北方美食记忆最典型的代表 同时也满怀着山西人对团圆和丰收的期待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最受山西人欢迎的郭杜林月饼 郭杜林月饼承载的不仅仅是 近视月饼制作工艺的精髓和辉煌 更承载着山西人对月饼的记忆和味道 为了这种记忆中的味道 42年来 程玉兰和他的师傅不断的追寻 在中国 月饼流派众多 且各有特点 但是油糖面 随手便 却是所有月饼制作的最基本操作方式 郭杜林月饼也不例外 用开水 胡麻油 碱面 糖糊面 用温度和手感控制面的筋度 和其他制作月饼用的油不同 郭杜林月饼必须使用胡麻油 胡麻油加入 使郭杜林月饼具备了自己独特的风味 这也是构成郭杜林月饼味道的基础 中国制饼液都以激发面的筋度为基础 恰恰相反 郭杜林月饼则要削弱面的筋度 双手始终按一定方向和面 这就是被艺人称为阴阳手的和面技艺 和面师傅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面和好 否则面就会被烫熟而起来劲道 和面 揉面需要娴熟的手感和敏锐的物性 全靠手眼来判断 整个制面过程 构成了郭杜林月饼制作技艺最重要的绝技 正因如此 迄今为止郭杜林月饼一直无法通过机器制作 相对于南方月饼的精细 以郭杜林月饼为代表的近式月饼 看起来显得更加质朴 憨态可居 然而细细品味之下 方知藏在里面的馅料又是无比的烤灸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山西人的性格 这种月饼的就像我们山西人一样 外面你看见笨笨的 乍这么一看 好像感觉到不是很好 但是你要掰开眼里面的 他也是很讲究的 山西人爱吃面 一样面食摆样吃 普普通通的面粉 通过双手便换出花样摆出的面食 制作郭杜林月饼馅料的主料 就是蒸熟的面粉 青红丝 胡麻油 糖 辅料 以花生 芝麻 西瓜仁 核桃仁 配以白酒 搓揉而成 将和好的热面 揪成剂子 揉圆压扁 捏成窝状 抓取合适的馅料 压成团状 包入面饼 每一位制作郭杜林月饼的师傅 在拜师学艺的那天起 从师傅那里学到的第一手绝技 就是如何做到诚信 每次回忆起学徒时的经历 程玉兰总是感慨万千 做饼先做人 人做不好 手艺总有一天会丢的 三百多年过去了 不管技术再熟练的师傅都必须用秤 一杆小秤 衡量的不仅仅是月饼的分量 更是丈量人心的善恶与世间的公平 包上馅料的面饼 压入木质的模具 一压一颗茧 月饼成型 烘烤是制作月饼的最后一道工序 为使出炉的月饼色泽金黄发亮 入炉前需在饼面上刷一遍糖浆 采用传统的吊炉烘烤 必须以羊泉无烟煤为燃料 火分上下两层 炉火与面饼之间以铁板分割 做好的月饼外表金黄松软可口 做好的月饼四个一包 外面用油纸包裹 上面罩上红纸 再用线扎起 既简单又美观 农历8月15中秋节 对于山西人来说 同样是个丰收的季节 山西人练家 每到中秋节 在外的人都会回家团圆 买上几块郭杜林月饼 加上印记水果 赏月吃饼 其乐无穷 这就是现代人对月饼的记忆 而再更早 中秋吃月饼 对于很多人来说 则更为难忘 我出去一家给的软号做饼 不会做饼饼的 买上一个号的月饼 家里拿破自行车 带孩子拿上一张月饼 后边一跟着一帮子 哎呀 他们家买月饼了 都跟着客奖看看 闻闻瞧瞧什么东西 真的以前真是那样 就羡慕得不得了 一太没有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光阴在成玉兰的坚守 执着 追寻中 走过了四十二载 2006年 中秋节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 郭杜林近视月饼制作技艺 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成玉兰和她的前辈们的愿望 得以实现 民俗专家是这样评价月饼和中秋节的 月饼制作是我国古朴生活生产方式的体现 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经济的工艺技术 使中华民族个性与民族审美的体现 也是千百年来 整个华夏文明历史积淀而成的 活的文化 月饼作为我国九富盛名的传统食品 深受人们的喜爱 再加上圆圆的月饼又是团圆和睦的象征 更寄托了人们的一种美好祝愿 时至今日 各地的月饼品种更加繁多 风味因地各异 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展示的这些月饼品种 究竟哪个品种您最喜欢 又是哪一种让您找到家乡的味道 好了 今天龙岛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